一箱箱物資白滿整桌 有麥片、罐頭、還有泡麵、食用油 都是最方便長者料理的食物 台電台北市區營業處 每逢佳節不忘敦慶木林做公益 這回在重陽節前夕 帶著滿滿的愛心 來到中正區鍾情禮 與里長方合身一同關懷長者 讓長者感受到温暖與祝福的過節氣氛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在我們台電每年一度慕林的愛心活動 我們再度找到我們地表上最強的里長方里長 大家都知道我們台北市來講 事實上還是有一些地區需要特別關懷 特別是在九九重陽節之前 我們對老者一方面表示尊敬的意思 也需要關懷這些老者平常生活 他們不是弱者他們是我們的寶貝 我們提供一些他們必須要的生活的用品 由方理長來給我們建議 我們來贈送給他 代表說我們台電很關心這些基層民眾 能夠接地氣 也支持我們節約用電能源有效的使用 我們都會在不同的行政區輪流來辦 那也許是關懷需要的弱勢的民眾 發這個關懷金的活動也有 然後我們是不同區域的需要 來擬定適當的活動的項目 裡面的話裡面有醬油還有油都有 這些都有還有吃的一些東西 這些準備的相當的豐富 這個是我跟台電營業處這邊的夥伴們 經理們他們討論出來的 這個東西對我們的食物銀行會員們 都非常的有幫助 有地表最強里長稱號的 中情理理長方合生 也是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理事長 長期關懷弱勢推廣敘實概念 方理長感謝台電公司 在重陽街前夕傳遞社會溫暖 以實際行動給予長者最實質的幫助 非常謝謝台電 尤其廚長跟廚長認識很多年的 然後非常謝謝台電這一次來我們這邊 那我們這些的生活的用品 吃的用的東西 我們會帶我們南機場的食物銀行 我們把每個東西都建檔 我們有POSE的系統 所以任何人捐給我們東西 你只要問我們東西到了哪裡 我們都可以告訴他 我們關懷的食物銀行的夥伴們 或者會員們 我們大部分都是以低收毒老 還有殘障 更甚至他家裡如果發生事情的 主要生氣者賺錢的那個人發生事情的 那因為家裡發生病故 我們都會利用這些物質來幫助他們 而且不是一次 我們會幫助一整年 每個月都會提供物質給他們 這些就是我們在做的每天 禮拜一到禮拜五的下午兩點 我們都會做 除了麵包以外 還有一些生鮮的水果資料 只要有人分享到我們這邊的 我就會拿出來把這些東西 分享給需要的人 那這邊的 領這些物質的人 我們並沒有看身分別 我只看悠遊卡 它是禁老卡的部分 這是一個禁老的活動 每天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兩點 除了關懷長者及宣導節能外 現場還展示 台電退役材料製成的 腳踏拉筋板 以及用廢棄湯碗 咖啡杯摘種植物花草 將禁老活動結合宣導永續循環 為關懷社會 愛護地球盡一分心力 台電考試 上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好 好